22歲的希克洛西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基建手 仍準備參加2020年的好運比賽 誰知中共病毒突然肆虐全球 不僅好運比賽被推遲 匈牙利也進入全面的封鎖防疫 於是希克洛西利用這個機會在家進行練習 進一步完善技巧 並專注於精神上的提升 今年年初 當她從新聞中看到 在病毒的襲擊下 每天有大量新增病例 數百人死亡 她決定走出體育場 到醫院當義工 搬著氧氣罐上上下下 因為練習的時間少了 所以希克洛西 談起自己的基建水平時有所保留 不過她對匈牙利基建團隊卻信心滿滿 他們在東京奧運會上會如何表現呢 讓我們耐心的等待吧 新唐人記者周琦綜合報導